现在有很多的女性都想要嫁给外国人,但是因为地狱和文化的差异,她们的婚姻也是早早收场了,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,那些因为嫁给了日本。 最后的结果,李琴琴李琴琴就是经常在影视剧中扮演恶婆婆的那个人物,这个人的演技是很可以的,塑造角色是很深刻,网传她曾经说过,自己不会嫁给中国男人,自己有过几段的婚姻但是都失败,她的第一任丈夫就是一个日本人,两人的婚姻没有走到尽头,现在也是带着孩子回国了,成名成名当年的名气。 也是非常大的,被大家称之为歌后代表作有等你爱我快乐老家等等,也是圈内的一个实力派的歌手,但是在事业做红火的时候,选择嫁给了自己的日本老公,在沉寂了四年之后,她选择了回到中国老金,但是当年之后的风采已经不在了,曾丽婷曾丽婷没有上面几位的名气吧,但是也是一位在台湾享有名气的艺人, 是著名主持人,演员,平台总监,作家,曾经在《麻辣仙事剧》中科传过,后来和认识了两个月的日记老公荒芜刘易闪婚了,可是后来两人被曝出了分居,已经在2015年与老公在日本完成了离婚登记手续,带良纯带良纯的经历,也是非常的传奇了, 这些都是因为自己太漂亮,所以就让有些人图谋不轨,她的婚姻也是有些不幸的,在和第一月丈夫的时候,因为某些问题久悲,丈夫毁了脸的,轰动了娱乐圈,后来和一位整形医生在一起,但是觉得不合适, 然后就找了个日本的丈夫,但是整形医生不善罢甘休,就追到日本,然后丈夫遇害了,现在她说现在还在日本,但是具体就不知道了。